冬至又称为冬节 贺冬是冬季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过节时家家户户大多会团聚在一起 吃上一碗汤圆 祭拜神明祖先以迎接圆满 丰硕的好一头 2023年的冬至是在国历的12月22日 一年当中白天十日最短 夜晚十日最长的特别日子 习俗 冬至吃汤圆加一岁 代表吃了汤圆就代表过年 天一岁的意思 从这句俗言可以看出古代过冬至 就如过年 吃汤圆更是过节团圆的必备的食物之一 祭神 祭祖 在冬至祭神 祭祖的习俗流传已久 通常在台湾比较常见的是 祭拜三界公 祖先或是地基主 祭拜的时候 通常会以节庆食品汤圆为贡品 最常见的就是用红白色小汤圆 做成的甜汤 吃羊敬补 猪脚面线去会 由于冬至时天气寒冷 在古代便有炖羊肉汤 来驱除寒冷的习俗 那现代人冬至吃什么呢 演变到了现代 不少人会以羊肉炉 麻油鸡 四神汤 等具有温补效果的汤品来代替 另外也有吃猪脚面线去会气 以祈求平安 严寿 破除太岁关卡的做法哦 贴汤圆谢门神 贴汤圆的习俗 在现代并不是那么常见了 但仍有部分社区会共襄胜举 相传贴汤圆在门上施药 感谢和犒赏门神的 也有招财的用意 希望财神也可以带来好财运 冬至三大禁忌 一 吃汤圆要避免单数 吃了双数科的汤圆 可以招来好的人员与姻缘 吃了单数科的则可能 增加落单的可能性 二 避免夜晚在外逗留 由于冬至当天夜晚长 古人认为人的阳气可能会减弱 招致厄运 三 避免熬夜晚睡 古人认为 人的阳气可能会减弱有关 本来就阳气弱的日子 如果再加上晚睡 就有可能导致阳气下降更多 对气场 对来年的运势 恐怕会有影响 冬至拜拜准备 一 先摆贡品 焚箱 将准备好的贡品 整齐摆放到贡桌上 摆好后 点燃三柱箱 二 与神明禀告 请神明享用贡品 燃好箱 持于手上后 与神明说明 今天是冬至 有准备了哪些贡品 并诚心祈求神明的保佑 祈求平安 三 烧金纸 上香后 带香烧到三分之一时 同起金纸 向神明拜三拜 接着拿去烧画 感谢您的收看 里周放生活 祝您冬至佳节 愉快 下期见 下期见